弟弟们有没有平安 那首先呢 祝大家心情快乐 我们华人过年了 新年有新的气象了 那希望大家呢 每一个人都在新年里边心想事成 让神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我想分享一个新的系列 在新的一年里呢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 神的真理和神的爱心上 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彰显过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做神无愧的管家 无愧的见证人 好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在万民中拣选我们 你救赎我们 天父都求你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明白你的道理 让我们可以去跟随你 祝我们把我们今天下午 完全全地放在你的手中 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我们把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都放在你的手中 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可能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展现出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曾经有人这样跟我讲啊 说了解一个信仰啊 你不用跟我来讲很多的道理 那么我就看呢 信这个信仰的人是什么样 那么如果这个人呢 他信的是什么呢 那么我就相信呢 他活出来呢 他就是什么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啊 这个问题呢 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面前 展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回顾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啊 你会发现呢 自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直到现在啊 教会呢 曾经先后有三个不同信仰追求的中心 那么我把这三个中心呢 按照真善美来划分 今天呢 我就想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信仰 那首先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信仰中的真 谈到信仰吧 我想我们信仰的核心呢 就是信神 其实不只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在任何一个信仰里边呢 他都是以信神的中心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相信一位神 那么有一些基本的关于这位神的真理 那是我们必须要首先弄清楚的 比如说啊 你说你是相信神的人 那么有人要问你啊 说那在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神啊 你相信的这位神 他是谁啊 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啊 他有什么样的特性啊 为什么这么问呢 你信的是不是正确的呀 或者我信的为什么不正确呢 说你这位神 他是一位充满威严 一丝不苟的神呢 还是说他是充满慈爱 总会给人机会的神呢 说这位神和这个世界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和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换句话说 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呀 我不知道你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亲属 当你介绍你信仰的时候 他有没有问过你这个啊 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呢 信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啊 如果他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好处 为什么我要信他呢 还有呢 就说我们怎么做才能算是信他呢 他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按照他的标准 什么是罪 什么是错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事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呢 如果说我们犯了错 他对人错误的态度是什么呢 他会怎样处理呢 还有啊 就是说呢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结束 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哪里去啊 人的未来呢 是怎么样的 这个世界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生命的结局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希望认识这位神 或者呢 我们盼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要怎样生活呢 这些问题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思考 但是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 可能呢 有些人就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去仔细研究你的信仰的时候呢 你就绕过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都很抽象 因为我们的神 他是个灵 他超越了这个世界之上 我们没有办法啊 像去研究一棵树啊 或者一个人那样的 我们去研究他 但是这些问题呢 他又说我们必须要回答 因为这些问题 涉及到我们信仰最根本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的问题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有人问你啊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我们可能听过很多人的见证啊 可能很多人就说呢 说他很有能力 他让我经历了他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帮助了我 说这位神呢 可以给我带来平安和喜乐 这非常好 有经历呢 经历了神的恩典 经历了神的存在 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去问一个敬前的佛教主 我说是敬前的啊 不是那种建标就烧香的人啊 你去问一个穆斯林 那么可能呢 他会给你完全相同的见证 他们也会告诉你啊 我的神带给我平安 我的神呢 他带给我奇妙的经历 他带给我很多能力 带给我很多自由 那么面对这些人 你怎么去跟他讲 我们怎么去跟他分享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 他才是真神的 那么有人呢 对这些问题呢 很迷惑 经常有人跟我说 他说其实呢 信什么东西呢 哎呀 都不要紧了 信什么呢 都是让人做好人 信什么呢 最后都能成为一个好人 都能得救 按照你们的方法啊 信什么呢 都可以上天堂的 所以呢 不要紧 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我跟你们讲一个 我亲身发生的事啊 就在这里亲身经历的事 那有一天啊 那我到教会来 早上来上班 上午的时候呢 这个大堂没什么人啊 我从那个办公室走过来 哎 发现有一个人呢 就坐在这个教会里边啊 就在一个人坐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啊 他在这边呢 在看起来想祷告我 哇 我想这个人太好 我就去问他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吗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是信佛的 但是我在这附近找不着庙啊 他说我听说这是拜神的地方呢 我就在这里拜一下 我正在念经 我马上我就想到了 我说我怎么去跟他讲 我的神他是真神 你的神他不是真神的 弟兄姐妹们 你们来想一下 请你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别人这样问你的话 为什么你信的神是真实的 你怎么回答 为什么你要信这位耶稣基督呢 你要怎么回答 刚才我讲啊 说到所谓信仰 那么最重要的呢 就是信一位神 那么信一位真神呢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像我们去找人家办事一样 找人家帮忙 你得找到一个正确的人 这呢对我们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一个信仰里边呢 不怕你信得慢 也不怕你信得浅 就怕呢你信错了 因为我们信得慢的话 我们总有一天呢 我们会快起来 你说我信得很肤浅 但是终究有一天呢 你会升起来 但是一旦你信谁 这个问题信错了 那呢就出问题了 就好像你要到一个地方去 首先呢 你要找对这个方向 你要找到何事的道路 否则呢 就是南辕北辙 那呢 还不如不信呢 那么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边 从耶稣基督开始 现在两千多年了 大概有前面 有一千八百年左右啊 教会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找出来 我们信仰的真理 神给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去找出来 为什么我们说 这位神 他是唯一的真神 为什么 耶稣基督 他是唯一的真神 为什么 我们要信他 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人们要找出这样的真理 于是呢 在那个时代上 人们就开始学习圣经 人们呢 用各种哲学的方法啊 用各种逻辑的方法啊 来分析圣经 来分析一下呢 在神所启示给人的 这本书里边 他介绍神自己的时候 神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存在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 然后用这种逻辑 神学的方法表达出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各种神学 那么从耶稣时代 到这么长一段历史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归纳 总结这些问题 那么你想一想啊 大概在主前啊 主后四百年的时候 这四百年间呢 教会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完善各种信经 我们今天呢 教会里所背诵的这些信经啊 在我们周报上 前面第一页呢 一定会登着我们的信仰 就是使徒信经 那么我们有 尼西亚信经 有养科纳修信经 那么这些呢 如果你对这些信经 很熟悉的话吧 你就会发现呢 这些信经呢 实际他在我们今天来讲啊 都说的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真理 就是说呢 我们信的是什么 我们信的这位神 为什么我们说 他是三位一体的 为什么我们说 他既是神又是人 我们为什么要信他 将来会怎么样 非常简单的道理 那么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来讲啊 如果你到主持学来上课呢 肯定有一个学期 这些课头都讲了嘛 我们很难理解啊 早期教会呢 他竟然要用四百年五百年的时间呢 把这些信经完善起来 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啊 到了清教学习时期呢 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教理问答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 曾经看过这些教理问答 比如说大教理问答 小教理问答 威斯敏德教理问答 那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信仰 他们编辑成一问一答的方式 比如说 说问 我们信的是谁 答 我们信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三位一体的真神 全是这样的啊 那个时候呢 人呢 基督徒呢 需要很教条地去背诵自己的信仰 当时呢 人们呢 认为这是基督徒身份的向答 这是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就必须要回答所有的问题 在我们教会图书馆啊 我记得好像有这个 威斯敏德要理问答 有多厚呢 有这么厚一本书啊 过去的信徒呢 都要背起来啊 那个时候呢 牧师去探访的主要内容啊 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啊 问你最近怎么样啊 有什么给你祷告的呀 过得好不好啊 有什么分享的啊 完全不是这样啊 进门就问 说要理问答第五十一条 耶稣基督 为什么又是神又是人 你回答 不能打错的啊 那个时候打错呢 就 后果很严重 这个呢 在过去呢 叫问信德 如果你答错了 总答错 问你一百个问题 全答错 问你二十回 都答错 那你没想 那个时代呢 是要被开除教籍的啊 死了都不能 埋在教会的坟地里边啊 很严重的 所以那个时代呢 可以说呢 是通过系统的知识来认识神 在那个时代呢 教会和信仰的中心呢 是真理 这个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真实的真字呢 来代表 在那个时代呢 神是这样的预备我 我们就好像一些小孩子一样 在学跑步之前呢 必须先学会走 他呢 要求我们有一个扎实的真理的基础 否则呢 我们这个信仰啊 就容易信偏 信偏 信错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 你会发现呢 使徒实际上 他在写给各个教会的信仲啊 他都坚持一个基本的原理 在每一次他给 他的信仲写信的时候呢 他首先都要成名他的信仰 那我们看啊 在一幅所书 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里边 保罗呢 从开始就提到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呢 有一位神 他说这个呢 是大前提 第二个呢 这位神呢 他创造过 然后他爱我 所以呢 他愿意救赎我们 他怎么救赎我们呢 他愿意赐下一位救赎主 他说他呢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说我们通过这位耶稣基督呢 就可以得救 他说得救之后 你们是什么人呢 得救之后呢 你们算是在神里边 神创造的新人类 然后他就提到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要怎么样的生活 然后他说出了一个预言 他说你们将来呢 要得到更大的荣耀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读到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 整个的简单的概括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说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 按照以复所书 第一章所描述的这些啊 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切 我们相信 也承认呢 保罗所描述的 他正是我们的信 因为我们相信 那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位神 所以呢 我们就愿意去跟随这位神 我们这位神呢 他要求我们的信仰 是真实 是赤酒 是在从人的本性里面 从你内心深处 真正能够彰显出来的 让别人看到呢 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这种相信 还有呢 一生之久的顺俗和跟随 因为呢 我们认识了神的真理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位神 他就是神 我们知道呢 我们必须去跟随他 我们必须去相信耶稣基督 否则呢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在将来呢 我们没有别的盼望 因为我们了解他 这样的真理 所以呢 我们才愿意去跟随他 我们的信仰呢 不是那种 没有真理 没有知识的 那种盲目的信 那个呢 叫做迷信 在我们教会里边呢 我们最反对的呢 就是那种 没有根基的感觉 感动 或者呢 一时的冲动 或者呢 那种肤浅的 辅音的结果 什么叫做 没有根基的感动和冲动啊 比如说呢 很多人 有这样的经验 有这样的经历啊 说我来到教会里边 我完全不了解 教会是什么一回事情 但是当我们听你们 唱歌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的感动 我感动得哭了 这样的感动呢 很好 有感动总比没有感动好 神会用各种方法呢 感动人 可能有一句歌词 有一个旋律呢 他就打动了你 这很好 但是呢 这个是神 引你进入信仰的第一步 实际上当你感动的时候 你并没有真正的 进入到这个信仰里 感动之后呢 你要知道呢 自己为什么要感动 你要知道呢 当别人用这种旋律 用这个歌词 来赞美这位神的时候啊 他们为什么这样唱 然后你的感动呢 才能化成一种 真正的动力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肤浅的福音 我们常常看到啊 很多人传福音啊 他的心非常的火热 他非常可能对方呢 能够马上的信耶稣 所以他常常呢 用很多的方法啊 比如说问人啊 说你想得有什么吗 说你现在有病 你想病马上得到治疗吗 说你现在有什么事情 你想这个事情 得到神的祝福吗 想诸事顺利吗 怎么办呢 我给你一个答案 信耶稣啊 耶稣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还有呢 很多人会问啊 说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对方完全摸不了头脑 说什么意思 马上呢 我们要提示他啊 你撒个谎吗 他说我撒个谎 他说你在心里面曾经 震恨过别人吗 他说我震恨过呀 说那你就是有罪的人 有罪 你想罪得盛免吗 他说那我当然想了 说那你就举手信耶稣吧 只要你一举手 一切都解决了 这么说呢 也没有什么错误 我总是在强调呢 像你传福音的人 不管他怎么说 你要感谢他的心 但是我们看到呢 如果没有再跟进 近深一步的 对真理的了解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感动不会吃酒 浅薄的福音呢 让人暂时了解这个信仰 但是很快呢 就会离开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呢 举手 我经常有事没事 我就去看一看哈 我们教会这个洗礼啊 或者是绝制的登基礼那个本 我就看一看啊 我就很感慨 一年我会给很多人施洗啊 但是呢 手也举了 洗也瘦了 很多人和原来 没有什么不同啊 很多人呢 就从此就离开教会 再也不会出现在 这个教会的范围之内啊 有些人呢 他的生活 听别人讲的 变本加利养 还不如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呢 我也举手了 我也受洗了 按照你们的说法 我一切罪得赦免 我已经有了一个 护生福一样了 所以从此呢 我可以随心所欲 其实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知道 在圣经里边呢 耶稣基督 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呢 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仰呢 不是说像法利赛人一样 我们去了解这个道理了 我们去做某些事情了 做了某些仪式之后 我们就真的成为属于他的人了 举手绝制呢 这个不说明什么 因为人呢 人心是诡诈 人可能呢 会欺骗自己 那么参加的洗礼呢 也不说明什么 我们常常开玩笑啊 说有人看洗礼就像洗澡一样 洗一洗出来了啊 过一段时间觉得不舒服了 就申请一下 能不能再洗一洗 大家一个教会不给他洗 他就跑到另一个教会啊 再洗一次啊 我见过这样的人的啊 这些呢 实际是神所不喜悦 神盼望了我们的是什么啊 是你要知道呢 自己信的是谁 你要知道呢 我为什么信 你要知道呢 我要怎样去信 我要怎样做 才能是被神称为一个得救的人 当你感动 当你觉得信心满满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去想一想 你的感动从不而来 你的感动呢 会不会持久 那么刚才我讲到说 人为什么会有持久的相信和感动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真理 所以今天我们呢 我们的信仰呢 首先要从真理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要了解神的真理 我们呢 要从了解神的真理开始 把神的真理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 我们不能缺少那些 很多人呢 说我为什么要去读圣经啊 我为什么要去学主日诀呀 我为什么要去学神诀呀 不需要吗 我有信心就够了啊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离开信 我们信仰真理基础 没有这些知识的传承 没有这些信经 没有这些教理 没有圣经本身 就没有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你不能缺少这样的功课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对自己负责任的基督徒呢 我们应该先从真理入手 因为神就是这样带领我们 我们要先去学圣经 学神学 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呢 它一定应该有主日学 一定呢 应该有小组学习 一定应该有各种训练课程 感谢主啊 我们都有啊 所以呢 如果你对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 你对自己的信仰是认真的 那么呢 你就必须应该参加一些 在真理上扎根 做一个呢 从真理上预备自己的真正的信仰 那么这是在神信仰里面的真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个善的问题 到了十八世纪初期的时候呢 人类的科学技术 各种知识的不断的发展 工业革命开始 人们开始啊 对这种知识性的 这种背诵真理性的啊 这些教导性的信仰生活呢 人们渐渐产生不满足的想法 世界发展了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呢 少占就更多了 过去的人呢 在中世纪的时候啊 可能呢 吃饱喝足 这已经花很大的心思了 他顾不上呢 也没有时间 能去想一些问题 但是到了这个 十八世纪的时候 不一样了啊 生产力发展了 人们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呢 去思考 是为了生存奔波 以外的问题 所以自然呢 对现实 对信仰的挑战呢 就更多了 那么人们就开始去思考啊 信仰如何 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呢 能够真实起来 人们就逐渐的呢 把信仰的中心呢 从对真理的探求 过渡到生活和真理的关系上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从教会的历史里边呢 我们的信仰就逐渐从讲道里呢 过渡到怎么去做一个好人 人们发现了 信仰呢 其实不单单是要求人去认识神 不单单呢 是教导人怎么去建立一个 和神的关系 因为耶稣说了两条戒定啊 第一个呢 是爱神 第二个呢 是如何去爱人呢 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感觉到呢 神要求我们关心这个世界 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于是呢 怎么能够活出神的见证 怎么能够效法基督 像耶稣一样啊 去爱别人 这个呢 就逐渐逐渐成为 人们信仰的中心 刚才我说呢 我们的信仰从十八世纪以后啊 逐渐发展了 从讲道里呢 过渡到不好人 那么做一个好人呢 实际上来讲 对我们基督来说呢 就是因为你认识了神 然后你甘心乐意地 按照神的要求呢 去生活 能够像他那样呢 去爱人 你的生活里边呢 充满了爱 充满了怜悯 充满了公义 充满了政治 别人看到呢 这个人身上 充满了勇敢责任 用我们圣经中的语言来讲啊 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呢 在你身上 逐渐逐渐地都体现出来了 别人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呢 他没有任何的不安全感 他充满了安慰 充满了那种依靠感 那么在圣经里边呢 常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啊 就是这样的人呢 他有基督的心相知己 他可以信人 他可以感染人 让人呢 跟他在一块生活上 有盼望 有信心 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你会发现呢 人的信仰呢 开始变得更加关心这个世界 人们开始呢 更加关心这个自然 关心别人和这个世界上 其他的群体 那么很多基督徒啊 就开始从教会内部 教育和崇拜性的服务呢 转向了怎么去服务这个世界 在十八世纪以前呢 说你作为一个好基督徒 你来侍奉神 在哪里侍奉神呢 都应该在教会里边呢 你参加教会的敬拜单美啊 你去参加教会的小组 带来这个信息啊 你去参加教会的一些理性活动啊 你给教会奉献啊 然后教会建教堂啊 你出去传福音啊 都是这类的功夫 教会在早期的时候呢 很少去做社会性的工作 说哪里有穷人 哪里社会生产力低 这个呢 他们当时不认为是教会的工作 那么我们看到十八世纪之后呢 当人们发现啊 信仰中还有善理面 神要求我们做一个好人 所以呢 逐渐逐渐的生活的重心呢 就开始更加广阔 偏向这个世界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教会就开始建立各种大学 你们知道西方的几乎所有的大学啊 都是从教会所办的学校 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社会上各种慈善机构呢 也就开始逐渐逐渐建立起来 所有在西方世界中的慈善组织啊 在开始的时候呢 都是从教会或者从基督徒开始建立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呢 现代文明呢 就逐渐逐渐的这样建立起来 那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 在第十八世纪的时候呢 在欧洲啊 有一次整个社会的一个大地变革 在历史中呢 管它叫做大复兴 那么这个复兴呢 是从约翰威斯里开始的啊 就是现在魏里弗会的创始人 那么他呢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他会呼吁人们呢 要悔改 要重生 他认为呢 一个人悔改和重生 最重要的表现呢 就是去做一个讨论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呢 在英国啊 整个社会非常的黑暗 黑暗到什么程度呢 你可以用你最恶劣的想法 最恶劣的词汇呢 去描述当时的社会 当时呢 整个社会啊 妇女儿童的地位非常的低下 在家里呢 就受到他们丈夫的虐待啊 那么在社会上呢 别人也认为他们呢 是第二点第三点的公民 虐待妇女儿童这个事情呢 在当时是非常普遍 而且非常正常的事情 男人呢 就酗酒 那么 广泛的使用从工 当时几乎所有的这个商人啊 都在逃税 普遍的呢 人们呢 是过一种懒惰的生活 就是今天 我能赚一块面包 能够挣一袋橱豆 那明天呢 我就不再去工作了 就是过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啊 人们心中呢 充满了财人 完全想着呢 都是自己如何能够活得更好 从来不会考虑呢 别人的生活呢 不关心这个世界 不关心这个社会啊 这种现象呢 比比皆是 但是当魏斯林呢 他提出来了 他说神对基督徒的要求呢 是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的表现呢 是你要做一个好人 这些东西呢 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这些呢 都不是好人的范围之内的 逐渐逐渐人们发现啊 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呢 这些现象逐渐逐渐的都没有 甚至很多啊 在当时在英国的监狱呢 就不得不关闭 因为他没有人了 所以呢 在当时呢 在整个社会中呢 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变革 每个人呢 都变成努力工作的人 他们努力都在过一个净钱的生活 整个社会呢 都发生了变革 这样复兴的火呢 就逐渐逐渐地传遍世界 结果呢 就造成了 工业革命呢 首先在英国开始 然后逐渐逐渐地呢 就传播到欧洲 从欧洲呢 再传播到美洲 整个世界呢 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那么约翰密斯里呢 他有一个服饰的座右铭 他说啊 他说 什么叫做侍奉神呢 他说你要尽你所能的行善 尽各种方法行善 尽你所能用的时间 在你所能去的各处 向所能接触到的人行善 只要你还有可能 就要行善 所以你看呢 贝斯里他把他的信仰呢 他总结得非常简单 他说什么叫做信仰呢 就是做个好人 做好人 做好事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这个道理 对我们并不过生 爱神和爱人呢 它是不可分割的 一个真正爱神 也顺服神的人呢 他一定是个爱人 爱世界的人 如果有一个人呢 他不能有爱人 爱世界的心 那么我可以讲呢 他就不是一个 真正爱神的人 在我们过去 华人教会的历史里边呢 很多人呢 他过度地强调啊 信仰中信心里面 他说呢 只要我们信 那么就够了 其他的事情呢 都不用考虑了 因为早期教会的传统啊 1800年的传统 人们过度呢 看中道理的追寻 轻看行为 认为说 只要我们明白 这些道理了 我们有信心了 我们就可以了 做的什么样呢 这都不重要 实际呢 这是对信仰理解的偏差 做一个好人呢 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在一副所书 第二章的第十节啊 保罗呢 直接就说出这样的话 他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你看保罗呢 他说的非常的深刻啊 他说呢 我们是神在耶稣 基督里面造成的 为什么神要造成我们呢 要先创造我们呢 因为为的是叫我们行善 为的是让我们做好事 为的是让我们做好人 他说呢 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 他说神救赎你的目的 就是在这里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强调信心 但是呢 也更要强调自己的行为 在圣经里面啊 你去想一想 有很多的词语 说别人就看到你的好行为 说到我们的心香之气 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讲到的好撒玛利亚人 耶稣也说呢 你这些事情啊 你做在你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所有的这些呢 实际他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呢 是应该有好的行为 好的见证的人 我们不要忘了呢 雅各他的论术啊 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呢 他是死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信仰 你不但要通晓真理 你要活出信仰人的真 你呢 也要活出信仰人的善 你可以做的少 但是你要做 你要做一个好人呢 你对说我去做好人 做好事 如果你说我完全完全没有这个心思 我完全都没有这方面的负担 那么呢 你就是一个轻看神恩典 可以说呢 你还没有完全理解到神救恩的宝贵 我不能说你没有得救 但是呢 你并没有完全顺服在神的恩典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们 新年开始 我们呢 要知道 行为是检验我们信心的标杆 你不要说呢 你说我是有多爱神 你要去做一个好人 你长期坚持做一个好人 别人呢 就知道呢 你是一个爱神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要知道呢 我们是神的使者 我们是神的见证人 圣经说 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就为荣耀给我们的父 所以我们要活出 我们信仰中的善良 那么到了今天啊 可能很多人就想 那如果说 直到真理 直到做一个好人 那最终还是要做一个好人嘛 这个和佛教徒和穆斯林 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嘛 都是做好人呢 其实呢 我们的信仰呢 还不止于此 有了真理 有了善行啊 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 神要求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荣耀 在经文中说啊 我们读过的经文 以复所书第一章 在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二节呢 说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到称赞 保罗在说呢 他说 别人要在我们的身上啊 看到神的荣耀 别人因为看见我们呢 就能称赞我们的神 简单地讲一讲 就是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 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 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呢 他就要称赞我们的神 我们常常忽悦这一点 我们常常赞美神 我们常常跟别人分享见证的时候呢 真正有感动 对我们有正面回应的 常常说 我们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都有同样的信仰 你说神的恩典 上在我的身上 哎呀 感谢神 他也说感谢神 这件事情是神的恩典 但是又没有你想一想啊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当你把同样的事情 你跟一个不信的人 你跟一个佛教徒去分享的时候 他会赞美你的神吗 他会觉得这件事情 在你的身上 就是神的荣耀吗 保罗说呢 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到称赞 别人看到我们 就称赞我们神的荣耀 别人要羡慕我们 别人要羡慕我们的生活 别人要羡慕我们的生命特殊 当别人羡慕的时候呢 我们告诉他 这是因为我心里这个神的缘故 是我们神的恩典 是神给我的祝福 这样呢 人们才羡慕我们的神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说呢 我们要去思考 如果我们要在我们身上 彰显出我们神的荣耀来 别人会羡慕我们什么呢 我们身上什么东西 能够让别人羡慕你 我认为啊 我们身上的一切 都应该让人羡慕 别人可能在我们身上 看到我们的平安 这个人无论出在什么状态之下 他的心里都非常的平静 他是一个有依靠的人 看到我们的平安 看到我们的喜乐 我们一天24小时 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 我们都不忧伤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是最后的胜利者 我们满足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顺利也好 不顺利也好 但是呢 我都觉得可以 我都觉得不够 我们有缺乏的恐惧 别人看到我这样 当然他就羡慕我 其实呢 不止如此 他在我们身上看到 作为人的努力 我们热爱生活 我们努力地去工作 努力地去争斗 我们在工作之中 体会到那种态度 那种满足感 别人呢 看到我们的富足 人总是世俗对吗 当他用一个世俗的角度 来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看到 哇 原来信耶稣的人 他是受祝福的呀 他这个祝福 要超过那个不信的呀 同样做生意 一个顾客 面对着两家店铺 他为什么走向这家店铺走呢 你说 因为我是信耶稣的 神就让他来到我这里来 所以神就把财富赐给我 这样别人就羡慕你呀 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 符合神心意的东西呢 我们都应该超过那些 不相信神的人 都应该让别人在我们身上 看出我们神的重要来 这才是对的 我们今天呢 很多人面对这个问题啊 我们有很多的争吶 我们想 圣经不是讲 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神 他不是相对的吗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们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神所创造 一切都是好的 世界上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 神创造 一切都是好的 那么神 交给我们一个责任 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既然是神 太初的使者 我们是他的管家 我们应该把神所创造的 这些东西呢 我们管理得更好 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呢 变得更好 更丰富 人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呢 他可以更舒适 他可以体会更多的幸福 这样呢 才叫管理得好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吧 当别人看到我们这样的努力呢 我们自己呢 这是对一种生活中美的追求 我们可以很和谐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可以努力工作 努力创造生活 努力呢 让这个世界的生活呢 变得更美好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呢 不但应该有真理 有爱心 那么呢 我们更要活出 神所创造的美来 当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他看到我们的生命呢 他会赞叹 他说原来这个才是生命 原来这个呢 才是属于神的生命 让人充满了限定 让人充满了渴望 这个呢 是活出生命的美来 所以在我们今天呢 我们应该重新整理自己呢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对财富的看法 我们对工作的看法 我们都要呢 按照圣经的标准 我们来重新整理 今天很多人呢 有挣扎 我讲到呢 很多人他们对财富权势啊 和我们的信仰 觉得是其中有很多的矛盾 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啊 说基督徒应该不应该有钱呢 基督徒可不可以 拥有一个巨额的财富 基督徒可不可以 做一些群众领袖 基督徒 他可不可以做商业和企业的高端 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老板要给你涨工资了 你要不要 你开一个店 雇佣一百个员工 你顾不顾 我们华人基督徒呢 我们在过去呢 有很深的二元化的思想 我们把世界和神分开 因为在圣经中呢 他的确在讲啊 有钱人进天国 比骆驼进真眼还难 那么耶稣基督呢 他也不断地强调说 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 所以呢 我们常常把这个世界的财富 地位 荣耀 和信神呢 或者神本身呢 我们把它对立起来 我们认为呢 一个信神 爱神的人呢 他不应该啊 跟这些东西呢 都应该保持一定距离的 那么在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里面呢 我们受得很深的呢 这个信心教会的影响 我们强调啊 只要有了信心 一切都够了 所以在传统中呢 我们有很多的认识啊 实际在今天看来呢 这个是不完全的 比如说在教会传统里面 我们认为啊 基督徒呢 是越穷越光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爱世界了 对吧 你说我爱世界吗 他说我不爱啊 怎么说明我们不爱 我什么都没有啊 那我还怎么爱世界 对吧 他说你比我有钱 那你爱世界了 还有人认为呢 什么都不做呀 单单祷告 这个才属灵呢 我24小时向神祷告 工作我不要去做 上学不用去学了 有些人呢 他自己比较懒 他不说自己懒 他说自己属 他说我把一切都交给神 不需要努力啊 这个呢 是不对的 神创造世界万物 而且看万物都是好的 所以呢 我们对钱财的观点 应该知道 神创造的钱财 也是好的 钱也是他创造的呀 他如果不允许 他就不会让这个货币啊 让这个贵金属 让钱呢 流通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神呢 从来不会做那种 没有意义的创造 如果钱财是没有用的 你说神创造他干啥 难道神专门创造出 一种东西来 专门给魔鬼做工具 来挑战我们吗 不是这样 在圣经里面呢 他提到很多神的祝福呢 都是很现实 有很多财务性的祝福 我们今天看来呢 可能觉得这个都很世俗 你去看看创世记啊 当神说对亚伯拉罕讲 他说我要给你祝福的时候呢 从来都是很现实 他会讲到说 他财产众多 牛羊成群 子孙子反貌 他有多少个孩子 多少个孙子 他都不断地提这些东西 那么到了耶稣基督时代呢 实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 他从来没有反对过 我们基督徒跟随他的人 我们去享受这个世界的丰盛 当耶稣基督讲啊 他说不要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呢 耶稣基督他在这个话的后边呢 还有另外的意思在里面 他是说呢 你不要爱这个世界 因为有比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东西 在你的面前 他说呢 你要看清 比这个世界上你所喜欢的 诱惑你的这些东西啊 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说是神和神所要赐给你的未来 他说你要认识神 比这些还好 所以我们呢 实际要看清楚啊 财富的本质 耶稣基督并没有说呢 财富不好 他在说呢 如果你的心 被眼前那些花花的绿 金光山上的财富 他吸引住了 那么你失去了最好的东西 有最好的 他没有说这个东西不好啊 我们要知道呢 财富是神所赐给人的工具 他给我们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的呢 他让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 让我们去创造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不应该呢 被这个工具所左右 如果你的眼睛 专门的盯在了这些东西上 那你就被这个工具所作用 我们应该呢 很好地去使用这个工具 耶稣基督呢 他实际是让我们清楚 我们自己为何而活 在这个世界的荣耀 这个世界的财富面前 我们是选择这些 还是去选择我们这位神 他要求呢 我们在诱惑之中 依然能够把他当作神 而不是呢 我们来依靠自己的能力 所能获得的东西 他要我们清楚 我们生命的顺序 那在今天呢 的确有很多人啊 他弄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 不明白财富的意义 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呢 也是这样 我们不明白呢 神创造财富 他的目的是什么 再加上这几十年来啊 整个世界的教会中呢 我们都受成功神学的侵扰 我在教会中经常讲到 神功神学家 成功神学呢 就是说呢 他把世界上物质的祝福 当作 这就是神的祝福 如果你没有这些呢 那就不是神的祝福 你就是有问题 你就不够净钱 这个呢 是绝对错误 但是呢 我们不能反对呢 神 他把财富赐给人呢 这是 神给我们一种资源 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去 试分他 因为有这些 过去的这些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 我们不敢谈到工作 说 涨工资了 这个事不好跟大家分享 说这个 我又赚了一笔钱 这个不好跟大家分享 我升职了 嗯 这个 还是少说为家 这公司中 在商场 商场的战场 成功者 哪有几个好人呢 那你成功了 这不能说的 我们应该千非融合 千非融合的人 怎么能在公司中升职呢 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想法 其实 这是不对的 神要求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呢 活出他创造的美来 让别人在我们身上啊 可以看到 神的这种荣耀 我们内心 我们的外表 我们的商货 都应该让别人呢 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不应该呢 不敢去追求神赐的财富 我们要记得呢 财富本身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神 放在第一位上 我们得到的财富啊 只要它是来自于神的祝福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荣耀神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去思考 在约翰密斯里的时代 大家记得呢 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 约翰密斯里呢 他就提到呢 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观和金钱观 他说一个好的基督徒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要行善 他说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工作 面对这个世界呢 他说你要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努力储蓄 努力奉献 他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 当时在教会中的这种思想啊 就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 因为每一个人呢 都觉得呢 我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努力储蓄 努力奉献 这个是荣耀神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呢 他们就体现出来呢 自己的这个动力来 他们觉得这工作 不是我赚钱的工具 神为什么让我这个工作呢 不是说让我赚更多的钱 而是说在这个工作上 我要荣耀神 那当他们创造出更多价值的时候呢 他们就拿到自己相应的报酬 所以因为这种思想的影响 整个西方社会啊 资本主义呢 就不断地发展 人们说呢 这个就造就了 今天资本主义的精神 所以弟兄姐妹呢 我们的神 他需要一个圣洁的 愿意跟随他 我们可以努力 愿意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事情呢 来荣耀他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呢 他要求我们 把他放在第一位之后呢 我们和他同工 我们和他一同 来进行这个心理创造 神要让我们尽自己的本分 让我们能够尽自己的责任 如果神 他给我们相应的责任 给我们相应的资源 我们就要承担一些 因为神给力多 那么他要求力多 他要求我们 能够摆正这个关系 然后呢 善用这个资源 更好地来服侍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们今天要记得 当我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不是说基督徒 我们要去推寻 这个世界的财富 你记得约翰伊斯里 他说了四句话 你不要光记得前三句 他说 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努力储须 我们华人都能做到 他还要讲 要努力奉献 他的目的是奉献 是侍奉神的 而且你记得呢 神赐给你的越多 他向你要求越多 神所赐给你的一切 是让你去荣耀神的工具 那不是你的终极目的 如果你说神没有赐给我这些资源 那么神一定给你另外一些东西 我开始讲到呢 我们的平安 我们的满足 我们的快乐 我们同样在这个世界上 活出神所创造的未来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记得呢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神要求我们 能够活出神的荣耀人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向任何人宣告 我们是被神所祝福的人 我的一切都来自神 他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奖励我们 他给我们更多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丰盛 更丰盛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更加荣耀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有人问你说 基督徒可不可以开好车 我的回答呢是可以 可不可以住大房子 我的回答也是可以 可不可以每一年去周游全球 也可以 只要你一切都是神的手所赐的 只要你所行的一切都是圣洁的 符合神的法度 只要你是一个爱神的人 你过着一个严谨的生活 你知道呢 你生活一切的目的呢 都是为了神 那么如果神 他给你这些东西 神赐给你 你也清楚这些的物理 那么你就尽情地去享受神所赐给你的恩典就好了 你不但要去尽情地享用 而且呢 你要去宣扬神的恩典 这是神把这些东西赐给你 让别人呢 看到我们的神 祂是一个丰盛的神 我们的神呢 祂真的是亚伯拉罕的神 祂是赐祖的神 我们的神呢 是愿意把祂的荣耀彰显着这个世界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呢 我们呢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要学习呢 要活出神的荣耀来 我们要努力活出祂的荣耀来 其实如果按照教会的历史来讲 我们说教会他经历了真善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但是如果你回到圣经 你按照赞与所书第一章 保罗他所描述的那些 他讲到神计划 因为他爱我们 他计划呼召我们 他拯救我们 然后呢 又把荣耀赐给我们 你会发现呢 实际上呢 从最开始的时候啊 神的旨意呢 就是我们要活出一个整全的生活 虽然我们的信仰 要从真理入手 从做一个好人 去发展自己的信仰 到最后呢 我们活出神的荣耀来 为他做见证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三者啊 真善美啊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 他应该是同时出现的 这是一个整全的信仰生活 我们缺一不可 我们在装备自己真理的同时呢 我们更深地认识神 认识神 神的灵就带领我们更好地去爱别人 因为爱别人 我们就要给他做见证 我们要努力地去工作 我们就把神的荣耀活出来 真理 爱心的行为 活出神的荣耀 这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生命的特征 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看到呢 在我们的身上 他就能看出真理 看出爱心 他也能看出神的荣耀来 这是我们应该展现在神面前的东西 这样呢 我们才能真正地作为神的见证人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呢 是我们立定根基的第一讲 也是我们华人传统中 我们新年的开始 希望每一个人呢 我们都可以去思考 在你的信仰里边 在你的生活里边 在你的生命里边 你的真在哪里 你为他付出了什么 你的善在哪里 你做了些什么 你的美在哪里 你给别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愿神在心灵一言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真的是成为 祂的金灵台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一一生归 我们把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我们去撒过出去 将来当我们 面接了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 祂的称赞 得到的惯领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祂的称赞